2019年2月23日 The Sam拆传大会在佛罗里达奥兰多的世界体育馆举行 有超过5万8千多人参加了今年的大会 一起宣告一个新的福音浪潮要在美国降临 今年主要的标语是 战胜不作为 大会的目标是 拆派每一个信徒去传福音 The Sam大会是由许多事工机构共同举办 包括青年使命团 基督传万邦 卢温格事工 今年的讲员包括陈恩凡牧师 海地贝克 丹尼尔·克伦达 以及陶德·怀德牧师等 大会的主办方在脸书上发表 若每一个基督徒都回应传福音的呼召 便会兴起历史上最大的复兴浪潮 大会期间 The Sam也在其Instagram宣布 有18196人尾声进食祷告 2467人尾声对高中生传福音的服饰 2197人尾声在大学传福音 5064人尾声向他们的社区传福音 531人接受了耶稣为救助 会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 表达了大会的宗旨 战胜不作为 希望透过这个特惠 福音的新浪潮能够影响美国权力 2197人尾声 2206人尾声 1197人尾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